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大卫要神帮他持守采业 当我们讲到新约以弗所书的时候 我们会多一些提到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四节 保罗就告诉我们 圣灵在我们这已经信了耶稣为基督 为救主的人心里做得基业的凭据 所以四章第三十节保罗就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 当后得赎的日子来到 其实就是明确的在告诉我们 现今在神的儿女的生命中 最能帮我们持守采业的 乃是我们伟大的保会师圣灵 在这里我们只是稍稍点一点 等以后再多讲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 七到十一节 神的子民从神得来的恩典和赐福 第五节大卫提到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紧接着又讲到这产业的美好 那第七节又提到我的心 大卫说 我心称颂那只叫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其实在这里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在真理方面的关系 就是大卫在前面提到要神来为他持守产业 神也真的要这样做 那神怎么做呢 其实第七节就是神帮助大卫持守产业的做法 神可以完全借着他的大能遮盖大卫 保护大卫 以至于让大卫所得的产业 无论是神自己 或是那坐落在加美之处的有形的产业 都可以不受仇敌的扰乱和侵害 但其实 神真正要做工的地方 又是跟第二节所提到的 我的心 这一重要的领域连在一块了 这里其实是美好的 很重要的 关于神真理的秘诀 神要在他的恩典和大能中 为我们保全产业 并非我们是借着祷告 将一切推给他就够了 他乃是要在这个过程中 历练你我的心 指教你我的心 警戒我们的心肠 由于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在大卫得着神为产业以后 神就一直教导大卫的心 我们相信这里的指教 就是神的圣灵 因为在约翰福音 十四章十七节就讲 神赐的圣灵 是真理的圣灵 在约翰福音 十六章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大卫的里头 一直有圣灵的浇灌 也有圣灵的引导 指引 并且大卫特别说 我的心肠 在夜间也警戒我 所谓我的心肠 在夜间也警戒我 不是我的心 自己警戒我 其实还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当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 人最容易在万籁聚集的时候 能够倾听到神 微小声音的启示 所以我们真的当安静 才能在静默之中 听到主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 所以这就是诗篇139篇23节24节里面所讲的 大卫常常要神的检查 和对他心思意念的试炼 他说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所谓的恶行 就是与神的旨意 相违背的地方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大卫做这样的祷告 何等的明白神的心意 大卫因者 常做这样的祷告 也常享受与神的密切的相交 和灵力的交通 所以他就讲 由于这样做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分 第八节他就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要知道 神不是牌位 神也不是偶像 所以 神真的能由着大卫 摆在他面前 就摆在他面前吗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活化的说法 这是表示 大卫与神同行 大卫享受 以马内利与神同在 大卫因此 常常的与神亲近 这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把神摆在自己面前的 这样的做法 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 有些在灵修方面 经验非常丰富 深刻的牧者们 都用这节经文 来告诉我们 大卫在神面前 灵修的功夫 他将神摆在自己面前 神在他的右边 这其实都是符合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后半部分所讲的 那位主所爱的门徒 就是靠近主胸怀的 使徒约翰 曾经劝勉弟兄姐妹们说 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大卫将神摆在他面前的做法 其实就是住在主里面 他常常保持着与主的连结 他与神同行 当神在他右边的时候 这就仿佛 如同《创世记》第十八章中 记载当神离开亚伯拉罕的家 亚伯拉罕在送神的时候 与神一同行走 像朋友一般 这都在讲明 与主相交同行的关系 那如此相交同行的亲密关系 自然就带来第九节的光景 大卫说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大家注意这里经文提到了 心 灵和肉身 在英文的版本中 灵那个字是用舌头来做表现 意思是说 一个心里因主大大欢喜的人 就会在口舌上大大赞美 大大称颂 因为人心里一高兴 就会借着口舌来发出来 相反一个人里面若是黑暗 低沉和沮丧 口舌也就会抱怨 并且发出苦毒和咒诅来 所以这里 口舌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灵里的光景 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其实同样的 就跟诗篇第四篇第八节很像 那里经文说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然居住 我们曾向大家提过 那里所提的安然 就是指大卫在信心中知道 他必睡在神所赐的沙龙中 也就是平安的里头 那其实此处的经文也是一样 大卫声称 他的肉身必然要在神所赐的沙龙中居住 这沙龙就是耶和华所赐的平安 因为神的名就是平安 那接着第十节 就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五节当中 保罗曾经引用过 他是在指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 所以这些经文包含着两层的含义 一方面是指大卫的经验 他确信 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细有坏 大家除了在保罗的话中看到引用 其中像彼得所讲的道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还有三十一节 都引用了九节到十一节的话 其实十一节的经文 若是仔细的来看 大卫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这是与他有关的 如同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所说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神给大卫和一切 像大卫一样去跟随神的人 乃是一条生命的道路 那因此 又因着大卫活在神面前 与神相交 与神亲密 所以大卫就惊艳道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如果把第十节和第十一节 做一下比较 刚好是两种光景 灵魂撇在阴间 可以与在神面前满足的喜乐相对 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可以与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是表明灵魂撇在阴间 是不好的光景 如果真的发生 就不会有在神面前满足的喜乐了 同样的 圣者若见朽坏 也就表明神的右手中 没有永远的福乐了 因此阴间与喜乐相对 而朽坏与福乐相对 但是感谢神 经文在这里 不单单用预言的角度 告诉我们 这诗中所讲的负面的方面 像阴间和朽坏 绝不会发生在他儿子身上 也同样的 不会发生在大魏 和我们这些像大魏一样 来跟随神的人身上 所以大魏每每每在祷告当中 我们从前说过 他的里头有着先知启示的灵 所以他的属灵的经验中 有的时候就奇妙揉杂着双重的经验 一部分是他的 一部分是弥赛亚基督的 大魏在圣灵启示的光中 就遥遥的看到这一切 并借着他信心的口 宣告出来 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经验 愿你我今天 都从这圣经当中的经文 背后所蕴藏的灵意里 得到美好的丰富的教训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 在读这篇诗的时候 请大家思想 本篇诗当中提到 我的心在两段当中 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另外大魏提到的产业 究竟指什么 是单指属地的产业吗 还有九节到十一节 里面甚至预言了基督 其中尤其是第十节 简直就是基督为我们受死 并且像使徒信经里面所说的 下到阴间 但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基督是主动为我们下到阴间 不是被神撇下去的 同样 神也没有叫他的儿子 见朽坏 他乃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所说 他就成了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 让我们好好地来思想 这宝贝的经文的灵意 好的 今天当我们在结束之前 请让我们再一次带着祷告的心 来到主面前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宝会是圣灵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今天将诗篇第十六篇给我 这篇是何等的美好 其丰富的灵意 我简直领受不完 我愿你借着经文里面的灵意 和美好的圣经真理的教训 更主要的是你那活泼有能力的瑞玛 来对我说话 让我知道并确信 你真是我的主 我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而且你将你自己给我 成为我最美的产业 你还同样给了我在世间 该拥有的事物 成为我在地上的产业 并且都用生良过 还坐落在加美之处 主啊 谢谢你的爱 我就恳求你 当我在世上的岁月 凡你所赐给我的 在你旨意当中的产业 都求你给我持守 神啊 我要不断地殴割赞美你 让我的心活在你面前 常常被你的灵教导 被你的灵见察和光照 使我可以活在 行走在那蒙福的路上 也让我的心 让我的生命 一生都认定 在你的面前 就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 就有永远的福乐 谢谢你爱我 我也爱你 我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让我们一同回应说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美 请不吝点赞美